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到游戏播音就在为您全程直播的K1电视职业联赛的第二赛期 大家好 我是雪岩 大家好 我是艾华 我觉得第一次和艾华合作还是非常开心的 终于换了一个长得帅一点的男主播 我真的是心情这个澎湃 终于有人看出来我是男主播 我现在也是非常心情的澎湃 那平时别人怎么形容你呢 就是各种各样的 打仗游戏 不是 网络上比较流行的 比较嘲讽人的一些词汇 我自己都 你太惨了 我的皮已经很厚 但是我都不好意思说这个词汇 是吧 大家懂就可以了 对 我们换一个话题吧 好的 接下来的比赛是由Fnatic来迎战 TFE 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是这两个战队的一个战队资料 好 Fnatic的话我们这边看到是一个最顶级的这个战队 昨天我们也说过他基本上是世界第一的这样一个排名 他的成绩有非常多了 其实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他的一个五维的数值啊 防守给到了10 进攻的话8.5 个人能力的话是9.5 团队9.5 残局9.5 那这样的一个数值我想来问一下艾华你怎么觉得这样的一个数值呢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数值从这个游戏里面来说的话应该是一个自定义的一个模式 基本上把所有的能力都已经给调满了已经 这也跟这个游戏公司初始的这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Bug级别的一个战队 是吗 但是Bug昨天还是输给了我们这国内的Bug天鹿战队啊 对 天鹿这个是昨天的比赛也是非常为我们这个中国的队伍长脸 是一个16比4一个大比方 我也是也有看了这个直播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就是说是长脸 但是也有可能是说因为Fnatic这样的一个世界强队 他们不是非常的适应这样的一个游戏里面的这样的一种弹道 所以说可能会在这个马斯前提啊 希望他们今天这个比赛之后可以是调整的稍微好一点 好我们来看一下个人资料 还请艾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他比较熟悉 好的这个是那个Trace23岁狙击手Fnatic里面非常出名的一个选手 应该说是世界上非常出名的一个选手 其实Trace是在近两年的比赛当中 他的这个出镜率是非常非常的高 没错 好的这个就是MODDI 这个是世界当今为止是田三甲 很Bug的一个选手 跟这个森林哥还有尼尤哥两位大生是并列级别的一个选手 23岁年纪非常的轻 基本上没有最Bug只有更Bug 对这支队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好这个是FYRT3 这个也是一个狙击手 他们这个任务是有一个特色是有三个狙击手在里面 所以你提过都是一道游戏的 对有三个狙击手在里面 而且可以看到他们的年纪也是非常非常的年轻 21岁就可以做这个指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的这个狙击枪这个包括他的侦查和判断 还有他这个领导这个战略调整应该是个非常非常的到位 而且个人的能力是非常的强 对 然后人长得也非常的帅 对 Heregan 果然也是我采访过他 好的这个也是一名这个狙击手 但是这个是擅长的枪 只是在我们国内里面是从来没有看到 AWP都可以看到 Glock这个是T的这个小手枪 一把最烂的一把标水枪你知道吧 就是他居然是一个最擅长的 那可能说手枪出去可能会比较危险 到进攻方 比如说这边是已经看到有三个狙击手 那对于整支队伍来说他们的这个判断是 判断和这个侦查应该说已经非常到位了 好 这个是整支战队我觉得最帅的Freeze Freeze 也又是一个狙击手对不对 是 又是一个狙击手 当然这五名队员组在一起是 而且他们是在那个今年做完这个队伍这个整合和这个队的调整 他们的能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强 是在队伍刚刚组建的时候就是 就MODDI他刚刚加入这个Fanite的时候就拿 连续拿下两次这个世界大战这个冠军 外面是把这个SK和这个 ESC Gaming 就是那个波兰雄英这个队伍 外面是把这些世界排名第一第二两次队伍全部给枪毙了之后 就直接自己站上这个世界第一 没错 但基本上昨天看到他们表现之后啊 很多的学友都表示说其实感觉他们并不是很强 不过我觉得 真的就是一款不一样的游戏 他们昨天也提到过 正常是他们可能只玩了很短的几天 或者说一两个礼拜的时间 真的不能要是他们太高 但是相信整个赛季之后他们会非常的强了 对因为毕竟他们是这个职业选手嘛 他们的适应能力应该是非常非常强 我相信在昨天这个比赛大比分这个落败了之后 今天在回去之后包括像今天这个前置 肯定会有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调整 因为毕竟是一支职业战队 他们的职业素养是非常非常高的 是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TFE战队的个人资料 好来看到TFE战队的一个资料 那么他们是成立11年的9月份 他们是由BenQ也是铭记这样一个品牌来进行赞助的 他们的这个代言呢是Trade Fighter of Esports 就是真正的电竞斗士的意思 也是非常有含义的这样的一支战队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五维数值 进攻8防守8个人能力是8 团队加速8.5残局的话7.5 相比Fanatic这个数值要稍微低了那么一点 基本上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一个非常熟悉的面孔 还是先来看一下这五个人的一个个人资料 依旧请爱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了这边是郑重 也是HJXD 22岁AKM4 他的那个是打一个辅助的位置 就是说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个补枪位 基本上是有突击手在前他在后 然后是保护突击手 包括帮突击手是清掉突击手没有清掉的 这些那个防守队员和他的敌人 这个表情好严重啊 Zero 20岁AK Dego突破手 好了我们这边也是看到了 有一个擅长手枪的一个人手 但是这把手枪是要花钱买的 像刚才这个卡迪跟他的Glock 是不用花钱买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手枪 应该双方是在这个队伍介绍之后 就应该有一些已经对付了 哦这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好的活化石 活化石变证为 这个年龄有点尴尬啊 对方林30M4USP场上指挥的位置 这个年龄略显尴尬 再尴尬也要是方林嘛 对 啊木子韦 木子韦他们队伍里面是非常出名的一个选手 因为就是TFE战队本身就是他们是以枪法 枪法这个比较硬朗而至的出名 嗯 呃在整支队伍当中 每一个队员的个人能力都是非常非常的出色 是 而之前的比赛就说由于没有拿到一些大赛成绩 只不过仅仅是因为这些队员是太过年轻 对 他们在临场指挥包括像他们的经验和调动方面 都是呃非常的不值对方 嗯 而这次我们看到刚刚前面那个活化池Alex这个加入了之后 我希望应该会可以帮他们队伍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来看一下最后一位选手的真的知道 这应该是整队里面讲到最斯文的那个吧 流星 文艺青年 LX 个人能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出色 是一个突破手 应该是跟刚才的这个郑重 应该是打一个配合的一个位置 郑重是打他的辅助位 而基本上大家看过新闻也是知道Alex是有付出了 然后也是加入了TFE 本来是说他应该是处于一个像教练这样的一个职位 但是我们今天是在场上看到了他 并且他是坐在中间指挥位的这样的一个席位 我相信啊这个对整个队来说绝对是一个精神支柱 对 而且从事迹上面应该是有也有很大的鼓舞 因为他们整支TFE队伍在比赛过程当中 呃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就是说是 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整个队伍是临场指挥事业 其实调动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好 因为队员是太过于年轻 比如这次那个加入这个Alex不断把这个平均年龄给拉高了 拖大了啊 25加了 对对对 而且这个同时就说也把整个队伍他们的这个经验 包括这个临场的这个调动应该也是可以把他们做的做的更为的适应 只要队员们听话 我相信Alex在这个指挥问题上面应该是呃在国内应该是没有什么对手的 我相信大家在CS圈对Alex的敬重肯定都是在的 而且不管怎么样都会呃所谓这个老大哥的一个指挥 那这样的话我就更加记载他们今天的一个表现了 再说一下是在看直播同时我们欢迎您和我们保持互动 您可以登陆BBS&GameFR.cn的GV之家 来登陆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帖和我们留言 同样我们也欢迎您来收听我们的官方微博 可以登陆腾讯以及现在的微博来收听我们世纪天成K1职业联赛 你可以转播我们评论我们可以获得这个3000元人民币的一个3D显示器的一个奖品 那不知道谁有这么一个好运了 这边我看到论坛上面528楼叫4ForeverMe的朋友说 这个这次为什么是雪岩和爱华 L7和爱华为什么不一起出现 难道小两口吵架了吗 这个问一下爱华到底你们之间有没有什么误会 我不想做这个比较尴尬第三者啊 我觉得你现在有一点像这个新老娘就你们那个主持人啊 像海燕一样 就是来问一下你们最近是吵架为什么 对啊当时是什么样的事情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并没有吵架冷战而已 就是感情出现感情出现的一些一些一些小裂痕 所以我并不是介入的第三者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好那看过战略资料之后我们来看一下马上来打一个地图的资料 列车站台解除炸弹模式地图 炸弹埋放地区分为A区和B区 T进攻A区 那场高台的两条坡道将是最佳选择 而T进攻B区的路线则分为三条 中门 后路小道 以及楼梯通道 在列车站台地图中 CT的防守层次较多 位置非常多变 而作为掩体的火车也将会给进攻方带来极大的困难 好 看完介绍之后这边我还是要问一下我们爱华的一个专业一点 那么你觉得这张地图的话哪边的优势会比较大一点 这张地图的话我觉得其实本来这个其实挺倒霉的 就是说在还没有这个适应这个这个枪支弹道的情况下 在昨天又是被我们中国的老大哥血洗了一番之后 然后今天怎么突然又是列车站台 对啊 怎么又要train这张图 对 我觉得他们心里应该是比较的郁闷 但是呢就是说是在这张地图上 其实这张地图的特色就是比较的阴暗 阴暗就是不太容易这个辨识这个敌人的这些站位 比如说在TFE上面可能就是说是 我觉得TFE可能会比较吃亏一点 因为这张地图是打背身的情况是特别特别的多 打背身包括打侧面是非常非常多 所以说我觉得TFE应该要格外格外的小心 Alex一定要这个调整好队员们的状态 可能会在初期会有一点智慧 因为对手毕竟是世界排名第一的这样的一支角色 他们在经验和走位上面应该是有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些 这个和经验和他们自己独特的一些走位方式 那必须的 那我们现在还等待一下 宣传我们的一个准备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论坛 这边有一个叫鹰霸龙神之路的朋友说 大神你们都确醒了没 Alex会让你们明白什么叫CSOnline 好霸气的这样的留言 看来确实是我们Alex的一个铁粉 应该也是我们CSOnline的一个铁粉了 那么再来说一下 如果大家看不到我们这次直播的话也没有关系 大家可以登陆我们的网络直播 可以登陆风云直播PPTV PTS清浪直播 以及我们国外的TwitchTV来收看本次的一个联赛 昨天比赛之后呢 我也是登陆一下国外这些媒体呢 看来大家对我们这个Fanatic来参赞 应该是有非常高的一个评价 而且很多人也都是在看 虽然评论都说我看不懂在说什么 但基本上比赛里面大家还是可以看懂的 所以基本上中国队伍是由我们本土支持 Fanatic也是有他们国外一些粉丝的支持了 对 但是在我们这个中国的地方 我们天龙应该是 我觉得在本届大赛里面 天龙应该是 还是会要比Fanatic要强一点 他们这个适应能力虽然说是职业队 但是我觉得应该不可能会适应得有这么的快 因为枪 枪法这种东西是需要那个常适应和磨练的 而且很多选手 就是说 其实我最担心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一直不想说 因为Fanatic他们是有很多的狙击手 狙击枪是没有弹道的 你要什么地方打什么 对对对 我就怕 就蹲点形的 我就怕他们队伍又有三个世界级的狙击手 我就怕他们这个队伍是 美人起一开狙击枪 这个就麻烦了 这个就出事情了 昨天没看到这样的情况 今天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 他们也没有想到这样的情况 就是万一他们脑子灵活一点 动了一动 基本上这个可以 如果他们一旦就说是发现 狙击枪是一样的 这个我就怕出事情了 就不好说了对吧 其实有这样的可能性 对好 再来看一下论坛 那德克希斯的朋友说活化石啊 发现好的话也是很强大的 确实是这样 那Alex的话不管怎么样 我都希望他可以获胜 毕竟这样的一个选手 我们不管怎么样都要去尊重他 对 因为Alex带的这支这个TFE的话 有一点像 还有之前这个WMV给你 另外四个比喻的一个缩条版 他们当时另外四个队员 另外四个队员 他们的签码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个人能力非常的出色 而我们这支TFE他们本来就是 以为于这个个人能力出色 然后这个临场 在这个指挥经验不足 所导致这个大赛没有非常好的成绩 那么这次Alex加入了之后 带了这个四个迷你版的这个前队友 全部都弥补掉了 对 对 基本上可以把这个 一个最大的问题给弥补掉 希望他这个Alex的这个加入 可以给TFE他们另外四名队员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信心 让他们这些队员好好地发挥 因为毕竟都是一些小孩子嘛 都是20岁刚刚说的一些小孩子 都是需要这个老大哥来带的 确实那可以说的话 国内CS的比赛确实也不多 我希望他们可以争取好 这样大的一个大赛机会 而这边导臥跟我们发现是 我们可能还要稍微等待一下 因为选手们的机器 可能还需要再进行去调试 那我们还是稍微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也有什么钱 和一这套锦 保持续 能百非常忙得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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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知疯狂 一种精神 一种信仰 曾经的战友 如今身在何方 重续昔日梦想 共筑无上辉煌 反恐精英昂来 欢迎回来非常抱歉 让大家久等了 那么刚刚这段时间 我们也是有聊了一下 觉得其实这场比赛 还是有很多的一个看点的 包括像MX经验 像粉体他们的适应能力 好那么在比赛进入到 这个开始之前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 CS Online项目A组 到目前为止的一个积分榜 天鹿的话 那现在是一胜 金一分 Fending现在是一负 金零分 那参长的战队的话 我们都是金零分 那这个积分 会在今天比赛之后 将被刷新 对 然后呢我们TFE的队伍 刚刚前面 我也是了解了一下 叫做悲催 这场打完福袋皮革 下一场他们和天鹿 对 如果获胜的话 就不悲催了 对吧 对 先打世界第一 再打中国第一 你觉得 好像也蛮悲催 这个是极度悲催的一件事情 确实有一点悲催 好 论队上市民的时候 学友上英霸龙胜之路又说 这场比赛太有看头了 那我是希望Alex的经验 加上小伙子们的枪法 可以发生奇妙的化学组合反应 刚才这个 也有这个学友提到的 就是说是 为什么一直都是这个阴暗的地图 难道不能打一些亮的地图吗 因为我这个地图都是靠这个抽签抽出来 所以说我们也没有办法来决定哪一张地图 老天来帮我们决定 对 抛硬币也好 然后抽签也好 都是靠一个比较公平的一个方式 可以抽出来这一张地图 没办法 好 那现在比赛应该是正式开始了 好 这边先是一个拼刀 拼刀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模式 你知道吗 那个吗 Office Lady吗 我无选的形象 我这种最喜欢的 好了 现在Fnatic是2打3 然后里面有一个队员是有100滴血 可以扛着一刀 这边青刀滑了一下 还没有死掉 Trace这边又滑掉一个1打1 一人一刀 哎 哎 哎 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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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龙游回 哎 你上呀 这时候如果我没有找你飞刀就好了 好了 这都是我们的亚力士最后是一刀 就是我们飞过去就好了 对吧 一刀报仇 嗯 没错 好 德西斯朋友说 TFE加油 我看好你们哦 同时这个还有HJack001102 朋友说 天鹿应该是可以赢的 那天鹿比赛是在这场比赛的之后 还有学友Keeley表示说 球容颜和艾华一起付出吧 这个有没有这样的打算 小龙我觉得基本上是没什么希望 小龙最近这个身体有点化学反应 所以说他不是很适合来做这个东西 那现在是这样 你算爆料吗 它是一个人产生的这个化学效应 跟这个没有组合是产生的这个化学效应 哦那你有没有机会可以付出啊 我肯定没有啊 这么坚决 对肯定没有这个机会 好吧 年纸大了已经不适合了这个舞台是年轻人的 对 我们都是西洋类籍 你们不要这样说好吗 一定要向长青树学习 长青树学习 长青树这个是有任何站在那边的 有什么用的 没有用 我不能成为一个战士啊 你说是不是 但是可以成为大家一个膜拜的对象嘛 对对对对 好 虽然想说雪原姐突然从西雅图回来 为什么B4可以出去那么久 那我表示这个 她是领导 她安排我上班 我只能上班 所以说一切还是听从领导来安排 这也是一个比较悲剧是吧 这个没有办法 她是我领导 所以她一直就是压着我 好 我一听说 她说TF1会连续选到两场吗 我觉得看发挥吧 其实他们这场比赛 还是有很多人看好他们的 对我想起来 这个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积分 积分榜 然后又想到了 之前在这个化妆室这个 Alex跟我聊天的时候 然后这次荣也挺典离的 给我们分了一个挺好的组 都是一些比较弱的 对我想哎呦这个嘛 这个当蛮好 可以进半决赛了 然后我突然看了一下这个积分榜 他中国第一 世界第一都在 是的 这个小荣怪不得已经没有人气了 怪不得这个啊 为什么说这比较弱组 大家都觉得这个A组是一个死亡之组啊 这已经不是死亡之组 进去就是 对是死亡之组 进去就出不来了 等于就出不 不可能说了 对对对 这个我觉得有太 稍微有一点肯定 这个什么世界第一跟中国第一 是放在同一个小组里面 然后这个TFE一个新生军 刚刚加入了一个 这个有 拥有世界级指挥经验的一个队长 进去之后 然后又碰到这样的 我说你要这个队长怎么指挥的 你告诉我 天话都拼不过人家 你让别人怎么指挥呢 对不对 对是这样 我让你三个人打第一 打一个地方 然后两个人偷一个 什么地方 我就说举个例子 如果我说两个人从这个 一二三冲下去之后 然后四个人从六号道出去 别人就六号道就一个人熟 然后一个人把你踩到 你知道怎么办 这个我觉得太赖皮了 怎么没的办 不科学 这样的一个 好 还有很多人在问小龙去哪边了 那其实刚刚爱华也是有提到 小龙可能最近身体并不是太好 那之后可能也是和爱华会轮流的过来 给大家解说 而且这个我们的容颜 最近也是比较的萌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现在是双方队友员的一个 鼓气的一个小仪式 国外人这个身材确实是魁梧的 刚才确实帅啊 哇 你看背影都能知道他们帅啊 我觉得你过分了 帅不帅 这个也很帅 哈哈哈 我觉得你这有点 不行啊 你这样不行 不能让他这样觉得 不过确实 呃 在上一赛季 大家应该记得游行 我们是把Navi请过来的 但是 他们因为种种的原因 是没有办法来出现 这一赛季的Hanatic 我们希望可以他们走远一点 是 好 一起来看双方的比赛 好 可能还是要再稍微的等待一下 非常的抱歉 还是应该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 对 因为这些包括像机器的设置显卡 还有以前这个什么3D效应的一些设置 因为之前都是玩跑跑卡铃车的一些比赛的用戏 所以说可能跟我们这个CS Online 这个用户的时候 这个参数的配置是不一样的 对 而且因为CS第一场开始的 所以就先把他们的设置给调整好了 对 然后那个最尴尬的可能就是说 其实两款游戏 他们这个设置的参数都不一样 而且都是对对方来说都是隐藏的 我跑跑卡铃车的选手 设置完一些参数之后 我CS Online 选手我不知道 今天就感觉怎么打怎么感觉不对 对 所以说一定要做一个调整 对 好 这边有有张MuJKK的朋友说 TFE加油 那艾华你买了CS GO吗 感觉 我买了14.99美金嘛 然后这个我感觉不是非常的给力啊 这个就跟之前那个上上周和 AX第一次接收的时候 也是提到这个CS GO这一块 这一块游戏 往下来感觉一般性吧 那个想象中可能要再差一点 我们跟小王去美国的时候 他也是看到那个 我在买 然后说你买了吗 然后我就买了 对 就是刚才在想 这个游戏到时候你懂的 肯定是100万美金的这个奖金嘛 肯定会有无数的职业生有吃完 那必须的 但是你们面对了这样的 一笔大奖金的诱惑 你们都不想去付出吗 这个是能力问题 好 那这边应该是准备救赎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 刷发的时间当中 好 这边的比赛是正式开始那个我们这个TFE是 哦 Fnatic这边是Trace的那个是Alex这边是拿下了最后这个刀局之后是选择了这个CT这一方 然后我们这边的Fnatic是非常悲催的是不仅仅是抽到这张列车站台这张地图 然后是在这个刀局又输了 然后又一次做了这个非常有劣势的这个进攻一方 在昨天比赛当中天罗是以一个11比4的大比赛在防守里面是获得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 好的 我们这边看一下 好的 这个是八个级别的选手配了一把USP带了一个甲 应该是要靠他偷人 其他人应该不会动 哎 这边是Alex在看这个4号的通道 可以看到这个Fnatic队员这边都是在4号跟4号这一块下面和二楼这一块在这个游走 他们应该是要看情况 是要看这个看这个 Modi这边是他能不能打掉人 他要打掉人打掉人之后才是一个进攻的姓氏 没有打掉人的话他们这边应该是按并不动的 时间很长 还有57秒钟 这边Trace也是一把USP 应该是两边要夹一下外场 漂亮 这边Modi是打掉了哪一个队员 打掉了Zero 打掉了我们这边的小胖 然后这边应该是一个进攻的一个信号 我们这边Trace应该会出去摸一下 5号到和中门应该是由他来卡 看一下进攻可能进攻节奏可能会在15秒钟之后 大家就是放开这个Shift之后就开始往前冲了 好的 这边Trace滑到了顶楼 中间是丢了烟雾弹 已经是已经开始了 抵到这边 我们看到是由英明队员是已经被抽到了半血 这边卡里干是直接放下了Zero 吃了一颗炸弹半血 好 这边是小Z 这边是爆掉了FYR身上的头 好的 这边又打掉了一个头 看一下 这边是一个三打三 但是我们这边的小Z的血量是不够 东方民族 哦 这枪漂亮 慕紫瑞 慕紫瑞是把三楼一个Trace直接给爆头了 哎 这边是位置不好了已经 好 一打一 二打一 现在是二打一 啊 漂亮 小Z 这边是一个人打掉了两个 打掉两个非常 打掉两个非常非常 就是说是重要的两个位置 所以看他走位其实不是非常的科学 刚才在这个五号火车上面 我们也看到了 是打这个东方民族的时候 是顶在自己队友的身后了已经是 是 如果一旦这个时候队友发现这个正面和左侧 都有人出来的话 对人想推的话就是再见了 但是运气也是比较好 是把那个慕紫瑞是把这个东方民族这边 这个队友是给投给爆料了 好了 我们这边是看一下DFV是拿下了手枪局 那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说 实际上是应该会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好了 我们这边是弗奈提克在第一局 放下了C4之后 这边应该会选择一个烟雾弹直接拿到手枪 能放C4放C4不能放C4 就是增加比赛的节奏 好的 这边是那个防守还是比较的到位 看能不能放C4 看能不能放C4 哇 可惜啊 这边C4被放下来了 漂亮 最长的优秀这局 哎 还丢一把枪 小心啊 确实 不过应该没有什么机会 对 因为他还没有来的是夹子弹 嗯 其实这一局是 这个禁忌局其实是打得非常非常的吃贵的 我不理解为什么一二三这边是没有进行这个前顶的一个趋势 因为在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游戏里面的一种行规 你在第一局放下C4之后 你第二局肯定会什么都不满 然后这一局直接起枪 那在第二局的时候 没有去顶住 顶住对方直接下坡道的这样的一个路口 自己把这个C4给让给了对方 这样的话 金某方 这边是0比2之后 这个天机就是非常非常的充裕的 这一局如果是打得稍微正常点 哪怕输掉的话 他第四局还是可以起枪 那对于TFE来说的话 他们的压力是非常非常的大 嗯 看一下这边那个弗南提罗战术 打了113 中门 中门应该是一个trace 然后摩迪应该会走4号道 中间是中了一颗闪光 但是提前做了一个碳位 中门这边的小队是不敢出门 哦 漂亮 哦 好的两个 哦 摩迪 摩迪这边是追到位 哦 FYR13 这边是中门出去补掉了Zero 然后现在是一个3打3的一个局面 对于CT来说应该是比较的被动 好的 FREZ这边是去的突击枪 哇 漂亮 这边是打掉一个之后 直接被是被秒掉了 这个其实对于TFE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可惜 如果你早一点点去的话 你这个队员就不会死掉了 现在是一个2打2的一个局面 我们看一看这边是流星 这边是超到了后路 但是后路这边是没有人 那可能 而且还可能会被反超吗 这个走位其实对于TFE来说真的是不好啊 这个后路超了也应该 只应该往6号道走 不能往中门走 中门出去 哎 这个流星臭了 打了一枪头 结果没有打掉他 哎 摩迪 真的是厉害啊 厉害吧 真的是 摩迪真的是 你看我们这边的杀人数 TFE这边的杀人数 42011 摩迪他一个人就杀了4个人 那这一局又是打下了两个 几分身打到2比1 感觉好像从今天开始 似乎是找到那么一点点感觉 嗯 我觉得他们在节奏上面 应该是找到了一个感觉 把这个之前的这个CS1.6的节奏是 应该是找了回来 在CS1.6里面 现在这个节奏还是把控的不错 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外国这些 直接抢的他们的残忌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强 而且我很欣赏他们打残忌能力 再见了流星 啊 这个太冒进了 中文顶你123怎么可以顶呢 顶完之后直接一个大缺口下去之后 直接把一个小区给放给了别人 然后要靠4个队友来打回房 打一个4打4 这是非常非常吃亏的 看一下他们这个新的走位 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个调整 Alex这边是沙音 这边是一个ECO 而是比一个配枪局 一个配枪局 打到两个TRACE跟FY 这边是会被制杀了一个 TRACE被又制杀了一个 好厉害啊 Alex这边是只能捡了一把法马斯之后 选择保枪 他身上也没有这个拆雷器 然后为了保一把枪和防弹衣的话 他只能选择这个勇敢的活下来 为了团队 对 他冷静 他不能去死 为了团队 因为这样的话 下一局可能包括像配一下这个USP 然后这个下载拆雷器的话 还是可以打一下的 2比2 好 刚才我也看在那个论坛上 我也看到有水友说出了一个比较 比较正确的一句话 就是说 同样都是打FNATIC 同样都是打列车站台 然后TFE跟天鹿的水平 就是一比较就出来了 好 谢谢 昨天天鹿开局是非常顺 大比分的领先 对 不然这个是任何没有机会 对 这个就是天鹿的一种气质 就直接把你摁死了 随便看一下我们TFE这边是没有起 像Alex这边是一个人 是拿了把FARMAS走到了6号通道 应该还是比较正确的 123还是把它放掉的比较好 不要去看 要把这个后路看完就行了 好的 这样这是一个放风的一个站岗位 所以是一个探路 在这个换血过程当中还不算吃亏 这边应该是沙鹰 沙鹰应该是打到了两枪 Alex不能来123 来123就吃亏了 因为他一定要一个一个投 他不能打正面 只有他这一把强强 其他队友都是没有战斗力 都是在帮他吸引火力 对手运回吗 好 现在是35秒 4号到中门 应该全都出来了 好了 我们这边看到了 弗兰蒂克是打得非常非常的认真 对于这个TFE的精致度 他们也丝毫不吝啬他们手中的 这个闪光弹跟炸弹 好的 Alex这边是被击毙了 还可以 还不错 好 还不错 打了一个4换2 好的 还不错 打掉两把枪 稳住 稳住 好的 2比3 又来到他们一个长枪局 好 这个时候就是要看Alex的指挥的能力 还有包括其他另外4名队员的一个知性能力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水平了 还有更重要的是心理上面的抗压能力吧 对 其实这样的比赛这个是 心理压力非常的大 如果说你把Fnatic是5个人的ID换一下的话 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于TFE来说 打起来就完全不一样了 不管他们再不熟悉也好 毕竟他们是Fnatic 这个压力就好像一座山一样压在你身上 对 这样的一支队伍也是成名 大概有七八年的这样的一个俱乐部了 哎 这边Modi还是太南亚路 这个是打的最聪明的一个选手 哎 我们这边看到是应该是 四号到吧 而不是六号到这边 应该是打残了一个Fnatic的一个队员 这边还不知道是哪一名队员是被打残掉了 应该不是Modi Modi是在第一个一段 Fnatic这边是打的非常非常的慢 可以看出这个队伍是比较的细腻 跟之前的这个Navi是完全不一样 Navi是靠这个枪法 直接是带那个 把你把节奏给带的很快 这样这队伍的话 他们是节奏压得非常非常的慢 但是一旦打起来的话 你的节奏如果跟不上的话 就对不起你肯定要崩盘了 好 这边是打了一个进攻 开始一个一换一 这个是标准职业队的一种人数兑换的一个方式 这样是一个四打四 但是很不划算啊 残血的这边就换到了 好了 这边是GB的Fnatic 然后这边又是一个二换二 现在是人数来到了均衡 在外场外场这个羊面放下了C4 这边刘欣是准备超后路 但是Modi是已经卡着他了 这个人真的是讨厌啊 哎哎 哎 我就知道这个人真的是讨厌 因为选手已经太 说心里话太嫩了 跟这个重 你看这个Modi 对 八个级别的选手啊 过分了 对啊 其实这个就是在残局的处理能力上 其实是非常 差距非常的大 在打大局面的时候 三换三其实打 双方打的都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我觉得他们的性命真的很夸张啊 昨天一天之后 可能再练了几盘之后 感觉今天似乎就好像变了一样 对 而且可以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他们 他们现在打人就是 已经都是秒杀了 已经都是直接打扣的 好的 我们这边应该要看一下六号通道的位置 六号通道的CTWash啊 目左也先冲进去 然后流行跟在后面全部是 好了 这边是中了一颗闪光弹 但是没有人拉出来 没有用这个闪光弹 只是拖延一下自己死亡的时间而已 好的 这边TFE还剩下最后一名队员 找Z 完了 这边是五打一 应该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哇 这边又是这个秒杀 好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Trace Trace FY FY 还有这个Modi三个人的 下来说都已经到了889 嗯 然后有另外两名 两名队员卡里干跟这个 卡里干和哪一个队员 应该是做一个辅助的一个位置 到现在还应该是没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FRAG 但是TFE这边其实FRAG也不弱啊 66532 FACE这边又击杀了这个流行 哎 这个枪阀起来就麻烦了 Alex占了一个炮台位 好 这边是Miley火车 这边是放给了他们 但是Alex这边如果可以超后路的话 是一个很好的位置 目字也是拘掉了Trace 然后小Z这边是击杀了卡里干 然后这边FRAG立刻就是换了位置 把这个外枪给换到之后 应该是直接进入了内场 还是 余火力下还是出来了 经验确实是比较老的 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两名队员是回到了自己的内场 好的 Alex点掉一个两个好的老将 哦 Modi这个打的真的是聪明啊 这个人 好 那边目字的句调很漂亮啊 我们这边是TFE终于拿下来第一个长枪局 比方来到了3比5 上半场的前半场是已经过了 还有剩余的7分 看谁可以把这个7分给拿下 一定是8局战罢了 你这种是在15局 对 TFE这边是一定要顶住这个压力 刚才这一局这个Alex是功不可没 嗯 这边中文台词要看一下5号到 诶 应该是狙击枪 哦 头上应该有吧 狙击枪目主应该站头上 这边是一个是秒6号 一个是秒5号 诶 看的位置很肮脏啊 哈哈 看的很肮脏的位置 蹲点 还不错 嗯还不错 一个标准的一个CT防守位 因为在中文这一块地方一定要进行这个顶防 我们可以看到三个人都是可以做一个协防的 对 一个顶防的位置 而Fnatic这边是很简单 全部卡好位置 Modi是队长 是 他的探点 多于危险的点 他去摩 但是这边是被流星秒掉了 晃了一下就被流星秒掉了 流星的这个枪法确实是比较的好 好的 然后这时候自己探路的这个队长是被自闭了之后 然后这边是要进行一个交火 是闪掉了6号到 但是中文这边看一下 Sero打到了一个 两个 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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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差一点点 没有 差一点点是因为对手没有跟上来 好的 Sero这边是1v3 中文是直接顶住了 这边可以看到 刚才那个两位队员这边一直都是没有动 因为流星这边是做了一个急刹之后 其他队员发现自己的队员没有减缘的话 他们就不需要来进行这个位置的移动 这应该是Alex跟他们这个是重复提过的一个问题 因为很多年轻的选手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你防守的地方 你的另外一边如果发生枪弹的话 你一定会移动的 那这个时候是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 当你自己的队员没有 没有自己队员阵亡的时候 你不要动 跟你没有关系 对不对 死人还是5打4 再神是5打3 但很多时候比赛的时候不能那么冷静 对 这个就是就是一个判断的一个问题 判断和侦察的一个问题 哎 这个是浪了 中文这边小子也倒霉了 我就知道小子倒霉了 这个位置不能一个人看 无论如何不能一个人看 牧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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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了 有人了 少年 哦准啊 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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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打了一个无伤 零换5 6比4 那这样的话 这个 DFB这边 要进入一个 有两个队员是要进入经济局的 他们这边应该会是做一个配枪 配枪的一个方式 有一名队员应该是起来是杀鹰 4比6 好 其实有的问题是说 菲兰蒂厉害联姻5局啊 好的 这边是顶得非常非常地漂亮 牧子维 哦 摩迪 哎 摩迪移动了 被小子的杀鹰一把子在抱头 这应该是少年没有想到的事情 好的 牧子维 这边是在4号到又制掉了他们的这个Chase 比方非常紧啊 比方非常非常的焦灼 然后焦灼其实并不是好事啊 因为粉纳蒂克这样的一支队伍 他们本身就是任性非常的强 他们擅长打的是逆风枪 然后呢就是你这个 越是逆风的话就是 越是需要去赢的话 他们对他们的队员这个能力提升 就是说是适应能力提升的是越快 嗯 然后到时候如果是就要说进入半决赛 或者决赛的话 我们天路打成的会更累一点 是的 好的 木作者这边是要打第三个吗 漂亮 1比3 1比3 1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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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了 略显尴尬 好的 FREZ这边是狙掉了一个之后 被小Z这边是给打掉了 然后这边是Trace幼稚的狙击枪 好的 木作者这具1比4 漂亮 6比6 到了14个FREZ 靠一个人是守住的这个123还是非常非常的铁力 其实去上场地图 对赖皮的打法就是5把狙击枪 5把狙击枪真的很赖很赖 但他们没有想到呀 打不了 5把狙击枪真的进攻不了 一点进攻办法都没有 完全没机会吗 没有任何机会 5把狙击枪你没有任何机会 之前在那个很早期的时候 应该是1.3 1.30期的时候 德国强队这个MOSPOLS 他们在打这个阿斯泰克的时候就是 在进攻的时候5个人是起了狙击枪 好的 我们看到这边是TFE 漂亮 还了对手一个无伤局7比6 在这边是比分是反超了他们 刚才拿了13局 那开始第14局 那么还有两局上半场就结束了 这比分确实要的非常紧 对 比分要的非常紧 下半场如果只要这个打得再激进一些 你枪法再凶狠一些的话 是完全有智慧可以把防守方给打崩掉的 哦 确实这边是中门直接抱住了Cellro的头 然后这边freeze 中门要出去 哎 小Z这边是打掉了卡里干 卡里干现在好像是没有任何的状态啊 Alex这边是1米2 打掉了Modi跟FY 6号刀应该顶得非常非常的牢 刘青这边是虽然超到了后路 但是他也没有往前面走 你看小Z一看就是双方队员都是在架枪 对 都卡住了不能动 不能动 谁心动谁谁谁输 谁动谁死 就是这样 战术 所以你知道我在这里 我也知道你在这里 你过来你死 我过来我死 你看就是外面一有声音就动起来 你看两个人一起动 但是这样的话那个freeze 这边就非常非常的吃亏了 哇 这一枪 这一枪不在计划之中 是这一级的 对这一枪不在计划之中 我们再看一下刘欣 哎 漂亮 超准啊 我刘欣走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位置 他超完背身之后直接直接往后面走了 他也没有往中门出来 然后这边看到这个freeze这边是直接是要架这个中门 就是架错了位置 整个枪杆的位置不对 8比6 下半场的最后一局 可以看到tf1这边是每一个队员发挥都非常的出色 莫自伟这边是经过一个evc之后 现在是排在队伍里面的frag第一名是杀了14个队员 有两个人没有杀打的 有两个人没有杀打的 这样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排名 卡里看这边都是已经起了这个gali这一把枪 应该还是要让这个modi跳投吧 f1跳投吗 好的 慕自伟在一二三这边又打到了一个 刘欣这初次很及时 两个准啊 准啊 刘欣又打了四个 哎呀这个莫自伟都会有对面 这一比四一比四一比四 这个太不可行了 打到了三个 好9比6 那目前的 比分是tf1领先 对 tf1这边是以9比6领先结束这个上半场 对于整个CT来说的话 这个这个比分 Gucci来说是可以接受吧 这个是四十一 我说打的还是很纠结 但是tf1要加油啊 其实很简单一个道理 为什么会纠结 我就 我就我可以明说 如果说你如果说不是Alex在带台湾的话 肯定崩掉上半场 我们可以看到从上半场2比0之后 被对手连拿了5分啊 对 然后后面你再又搬回来的都是 而且很艰难其实搬回来 对 而且你看Alex做了一个 起了一个带头作用 在两次残局的时候 都是自己打了一个1比1 1比3 他似乎非常清楚这个该干什么 对 拿下两个残局 这个其实是最鼓舞人心的一个地方 嗯 最鼓舞人心的一个地方 而且这样的话我就只能诞成 他们是有底气 觉得很稳 因为我们队里有Alex这样的灵魂人物赞 对 然后在这个时候又把自己队伍的底气给开出来 然后慕自伟 流星 开始1比3 1比4 在后面给自己一个帮助之后才有这样的感受的勇气 对 包括你的指挥你的走位 你的什么地方放多少人 在你站什么样的位置 怎么样来解放我 Modi这边是在看脚 DFB这边进攻是没有动 这边也是一个212的一个战术应该是 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一个212 但是Alex的特色是什么 很常打骗你知道吧 嗯 很常打骗 哎呦 没子弹了 哎呦 跳死掉了呗 一换一 东方林就有一个人 好的小子这边是直接点 哎呦 架死一个2打2 哎摩的这边是架住了 这个是 Flash 顶一下 哇摩迪厉害啊 啊 摩迪真的是 个人能力啊 摩迪 这个这个选手真的是太厉害 这个角色为什么会出名 我这边要说一下 就是之前这个是 Fanatic里面是有大神继续的手 Forest 森林哥 大神是我最爱 对 带着这样的一支队伍是 真的是很扫全球 全球只有一支队伍就是那个Pentagram 就是ESC Gaming 可以跟他们对抗一下 因为这里面有个你有大神你知道吧 然后在今年的时候Fanatic Forest是离开了Fanatic 之后是跑到了SK 然后摩迪这边是跑到了Fanatic 之后摩迪是把森林哥直接给摁在里面 摁在下面了 这个是不可思议的 哎 这边是Rush了 USP啊 小的这边是打掉了Freeze 但是没有问题 Freeze这边是手枪 应该是还是一个无损 但放下雷包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息 这局其实已经是无所谓了 都没有起枪 能够放下C4就已经非常好的 好的 又打掉一把枪 看能不能再打掉一把 能不能再打掉一把 慕迪 周围 危险 不科学 啊 其实莫作为这时候不应该懂 因为雷包他已经是已经救不了了 应该让他们去拆雷包 想办法一定要绕个辈子 你多打一个人就多赚一笔 对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思路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如果碰到我的话 我肯定是你拆C4 你就拆C4吧 我的任务已经是完成了 然后我能多杀一个人就是 就是一个 你对我来说就是一个bonus 是 就是一个奖励版 所以说不应该太在意这个C4的东西 否则的话就是去送死的 没有意思 还多送给别人300块钱 呃 9比8 这边TFE的领先优势还是 还是只有 呃 还是已经 只有1分了 这边是下半场是被打了一个0比2 我们看一下刘欣这边是走了一个 Modi的位置也是一个123的一个突击者 但是Modi这边是判断非常非常的准确 是听到了一点声音或者是看到了脚之后 直接是退到了很后面 现在是上了123一号台的这个高台 很小心 哎呦 我真的不愿意看到这样的这样的场景 脚子 难受 不要动啊 卡住他就行了 看到 不科学啊 不科学啊 真的不科学啊 看到 丢了一颗闪光了 这边没有看到的话 这个真的不科学 不能这样打 啊 啊 刘欣这边是探123之后是被这个Freezer给拘掉了 然后现在是到了一个2打5的一个残局的一个情况 好了 这边是今天一个1换4 TFB这边是这一轮进攻失败 其实中文这边是不应该这样打 相当严重的一个失误 好了 比分到了9比9 现在是弗南提克这个下半场 下半场是拿下手枪局 包括一个强强局之后是连锥了三分 但是比分是已经打拼 而TFE这一局我们看到右边的听线是没有动 那这样的话他们会选择一个经济局 还是跟这个第二局一样是强推123 能放C4就放C4 能杀人就杀人 主要人物就是放下C4 然后这个时候应该看好了 肯定会有一个炸弹往这个 满脸丢 如果你下来的话 好的烟雾弹 加了一个炸弹 Freezer被拘到了一个 啊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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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地打 打掉一个放下C4任务完成 其实这个局面是 对TFE来说是最开心的 对 他们做的最大化的一个努力了吧 对 但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很不幸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到左边这个 卡里干跟这个另外一名队员 这边是 BRACK都扯了 已经差不多要 差不多快要扯平了 这个对于TFE来说 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好 这个时候还是需要一个英雄 来拯救这个TFE 好的 这是一波快攻 艾勒克斯西一颗闪光 两颗闪光出去之后 人跟着闪光出去 直接看阳面 5号跑到这边是体弹扫完之后 看一下6号到那边 有没有人来帮忙 好的 哎 好的不错 真的是枪法失误 直接被艾勒克斯抓了个机会 哎 1-1卡里根 卡里根今天状态不是非常的好 又是一把狙击枪打回房 我觉得你要上西天啊少年 上年 我就知道这个少年要上西天了 十平 嗯 十比十平 好这边双方都是在做一个经济上面的一个互补 十比十平 嗯 其实这样的一局对于佛纳提克来说是更为重要 因为佛纳提克在之前是已经输掉了一局 虽然说下一局 TFE跟天路打的赢面也是非常非常的小的 姑且我们可以把这一分是已经是算给天路 算给天路 所以还是有机会 所以还是有机会 天机又是其实非常的重要 上一阶比赛的这个这个Navi是应该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 哈哈 最后小分的话 小分你怎么算都可以 都走了 这就没办法 哎呦 哎呦 这边确实是起了一把AUG海豹突击队的B44 哎呦 我没想到突击 很会躲 很会躲 没有开小镜 好的 没有顶住 枪法直接飘掉 小鱼又推掉了一个三大四大二局面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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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漂亮特别是穆子维打掉了这个卡点根 而比分到了11比10 那这样的话 FN这边要进入一个经济局 在每一分都比较重要了 因为离这个赛点越来越近了 对 而在经济上面 其实是 中方队员其实都差不多 DF这边要稍微好一些些 哎呦 我坐这边甩了一下 哎呦 拖搭了少年 哎呦 送给人报头吗 对 这边FN6号不能出啊 不能出啊少年 红组 对没错 一定要回去 一点没错 一点没错 这个真不能出 你出了你就完了 又上新鲜的时候 又上新鲜的时候 对 你出了你真的就完了 出了就三打三啊 你看你不出你换一个 你把节奏稍微稍微稳一下 停一停再打 哦 Freeze遇到了一刻 啊 这边想捡枪你知道吧 哈哈 好的12比10 弗南提克这边是进入了一个死亡谷 看他们能不能爬出来啊 这个时候就是在凭谁的意志力更强大了 就像这个布鲁斯维恩一样 就是 你一定不能有绳子才能跳过去 是 对 你这时候有绳子你就是跳不过去了 看谁先把这个绳子解开 哎呦 差一点 甩枪甩得好漂亮 好的 ALEX看一下背着雷包 少年要谨慎 少年少年要谨慎 哎 TK了ALEX打了一下自己人 好的ALEX打了一下自己人 哇 卡里根一只 一只 一只 太焦灼了 这我们看来这是第一个把绳子解开的一个少年 这一局打了1比4帮自己队伍直接是拿下了一分 我就说了这个队伍狙击手太多了 你知道吗 当你发现有狙击枪的时候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的我们 我们 我们所支持的国内队队伍来说 其实是一个噩耗 是好消息对吧 真的不是好消息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从 这个11比12这个23局下来 写狙击枪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嗯 他们也慢慢开始发现到这一点 对 这个就麻烦了 你看 又来了 我不想看到这种画面 静态画面 对 我们这边是看到了卡里根是解开的绳子 看一下后面另外有9名队员 分别是哪名队员会代表自己的队伍了 把这种绳子解开 这边是穿到了6号灯的人 1 2 3是已经突了 卡里根直接退了 3号道已经是近身了 这边是摩迪要小心 不过这个队员是打得非常的 诶 啊 这边是霍瑞斯是被这个木自伟率先给架了起来 好的 摩迪这边是直接被Cero给GP了 但是FYRT3这边是补枪非常的快 3打3的一个局面 对于TFE来说不是很好的一个消息 这边是又走到了FYRT3 我前面就说 这就是喜欢骗你知道吧 就是喜欢骗 诶 偷偷地放下C4 好 挺中两个 CP方面有一个 我觉得这两个人应该可以进去轻猜一下 哎 哎呀 木作 没智慧了 没智慧了 哎 哎这个没办法如果 啊 啊 拆到了 最后一秒拆掉 一秒钟 最后一秒钟 好了 比分到了12比12 啊我们来算一下上半场是9比 9比6 这边现在是比分下半场 应该打了一个6比3的一个节奏 6比3 6比3其实还可以 因为TFE这边是把手枪就给输掉了 好的一个手一个经济局都没有买枪 之前我就提到双方的经济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差 谁也输不起 哎呦FYR就在一个人站这个位置啊 他要洗瓶了吗 是要洗瓶吗 啊直接被Glock给点掉了 一个人顶前面被Glock给点到了 这个扫射真的是他肯定会拍桌子了要恨死了 冰法 对那这样的话 TFE这边是五个人无伤还拿到一把枪 你看 一个狙击枪狙击枪两把狙击枪了 就蹲这样 对啊外强一把内强一把狙击枪 来啊来啊 翻 好啊 很翻 断成静态 对 然后Trace这边是一个人站在东方美图上面 可以看一下外强卡的一看狙击枪 看一下底道 Modi在中门 然后Fryce在1.3的1号到看高点 那这样的话对于TFE来说上手进攻的时候 是拿不到人头的 话都没有讲完 你看看 好准啊 神经病选手 哇这个真的是神经病选手 情况越来越不明了 嗯 情况越来越不明了 13比12 还好刚才是这个TFE的这个经济局 那这一局就是才是真正正正正正的关键 现在谁赢谁 啊没有 CT这边经济已经起来了 啊 CT这边如果赢的话 很可能就直接拿到赛点 而TFE这边赢的话 这个情况还是非常非常的不妙 快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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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烟雾到烟雾在封左边 6号到卡里干这个少年要归系啊 这个少年肯定要归系啊 漂亮 流星这边是1打2 有机会有机会 5 5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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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3个人站位怎么样站了 千万不要被他偷到人 哎呀 两个 他血量很低了 他保枪了 他保枪 因为他那个判断错误了 已经是 他以为是在一二三的 大概是判断错误了 人呐 因为3个人血量实在太低了 3比13 哎你看这边又丢枪哦 这会这么 精致本来就不好了 小输什么的真的有点多 对 13 比 13 高端直然 谁赢谁赶两分 你看两边的经纪其实都已经是 还是在一个 两个队伍都是在一个天称上面 都是没有钱了 谁输谁就买不起枪了 哎呦 看这个位置 我觉得会被描 有差一点 因为小胖他不小心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无论你走什么样的位置 你的枪法一定要好 刚才这个位置 如果小胖过去的话 他死掉了 如果队友会有责怪醒出的话 肯定会说 你知道一把狙击枪 你还这样走 你不是找死吗 是 但是如果你下去一发 只能把他秒掉的话 哎呦 厉害 对吧 是双人剑 所以说这个突击手 很惨 还是打辅助比较好 嗯 哎 木族就没拉掉他了 这个摩迪不客气了 看到人还这样站 这个被稳清的 哎哎 卡里卡没水 漂亮 炸死掉 正是一套连招 现在是4打3的一个局面 小心 一定要小心 CT打这个回头防还不算困难 3打3 雪亮又不好 火车挂一个 3号站一个 那还有个必然是站在高低啊 对不对 还有狙击枪 你这种位置不好啊 站的 要往前图 一定要有一个人往前图 藏在前面 你看就知道不好 怎么能这样站在一个位置 换掉一个 哎呀 还有另外一个 好的 赢了 14比13 很关键的一局 很关键的一局 叫的也是一场激烈 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 刚才挂在火枪那个队 他就不应该站在这个位置上 好了 14比13 这边看一下 FNAPIC是要放赛点吗 放赛点 一直都没有动 这边是要放赛点 刚才一局确实是这个摩迪失误了 他晃出去 蹬下来的时候 看到有人了 他还站在这个位置 过来直接被莫泽为秒杀 人家就知道你在这个位置 已经提前暴露了 对 嗯 哦 把他捡了一把AK 好 拿到菜碟了 这样的话 我这边TFE率先拿到菜碟 在逆境的情况下率先拿到菜碟 看一下 应该还是一只快弓 我认为应该还是一只快弓 果然是上了三楼刘欣 但是刘欣被打空血了 卡里干上楼 漂亮 小炮这边是点掉了 2打4 哎呦 好神奇的一枪 好神奇的一枪 还真是他打的 我们就看到一个人重重的砸在地上 人家绿锯了一枪就死掉了 哇 这边是被锯掉 14比15 这个是异常异常的激烈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主要是看 但是我们TAB没有钱 这个是稍微有点尴尬 做进攻又没有钱 这个配向还真是难死 九局啊 真的是打满啊 今天第一场就打的那么激烈 对 真的打快弓啊 不科学啊 这个都没有枪支打快弓 被闪掉 确实这边是NC 点在这边 哎 有人出来了已经 哦 自己人 两个人架你六号桃 你出不来啊 少年真出不来啊 哎 开开心心迎接我们的驾驶赛 真的 真的这样啊 开开心心迎接我们的驾驶赛 开开心心迎接我们的驾驶赛 真悬啊 我觉得 真悬 真悬 好纠结啊 好 第一场比赛足足打满了三十局 那么在加勒赛开手之前 我还想请艾华来给我们去行一个专业的分析 好的 那刚才这支队伍呢 还可以看出这个 Flatik其实还并没有吸引我们这个CSR 这样的一个弹道 在多次这个队员这个扫射的时候 就是出现这个极为严重的这种 VC打影后的失误了 因为他们不适应这样的弹道 那在点射的时候 他们的能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强 而我们TFE这边之前也是我这个所提到 就是另外四年队员的个能力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强 然后再加入这个Alex这个加入之后 他们可以把这个中枝过渡的非常非常的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上下半场两边 都是在这个落后的情况下 直接是进行一个反超 那可能是在这个后层没有顶住的情况下 也是因为这个 有或多或少的一些原因 可能 因为我觉得双方实力其实水平跟这个比分 其实还是靠的非常非常的近的 靠的非常的近 因为两支队伍就是说 一个是不适应 一个是就是说是经验上面可能没有对手这么老高 我觉得是因为在个人能力上的一些很严重的一个失误 导致整个缺口被打开之后才会 然后再被这个进攻方给铺开来以后才不能 才无法进行还手的 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导致的 而像TFE这边的话我想广大这个 随友可以这个来严重的这个关注一下 因为我们的TFE在这个Alex加入之后 他们中枝真的是过渡的非常的好 可以而且可以再回忆一下他们之前其实 所以我这里的 真的没给你了